好的,我们由技术面上可以看到 现在恒生指数在现在这个位置 已经连续地跌破了很多短线的一个均线 现在已经慢慢逼近200天的均线 22,895点 在外围沪生股市连年受挫的一个比较差的一个情况下 再加上美国股市进行高位调整 对整个恒生指数的压力也比较大 而且从保利加通道来看 现在是沿着保利加通道的贴着底部在向下滑行 从整个走势来看 很有可能在200天线附近如果是失守的话 还会有一轮新的加速的下跌 我们可以看到近期的从下跌的时候 一些个别股份的一些表现情况 有一些之前在整个今年可能涨的比较猛的一些股票 例如3800或者是1766一些股票 在这次调整中的短线 它也出现了一个高位的一个调整 在短短的几天两三天内调整的幅度高达10%或者以上 可以看到整个大市的对于无论是获利盘或者是止损盘来说 都在这个位置出现的比较多 那我们可以看到相应的一些蓝筹的股份 它在或者是刚才所说的这些超低股份 在今天早上跌至一个比较低的位置 也开始慢慢地进行一个恒星区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走势来说 甚至说还是属于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相提正当一个行情 对于资金被锁定的一些投资者来说 暂时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向下转弱的一个形式 暂时还不应急于离场